平常擦亞洲人的年紀 就是要在家五歲 所以我是 我是覺得你看起來 二五二六 46了 46 46 真的 厲害了 46 還是有 46歲 46 沒有脖子 脖子可能看到 對呀 但是很少啊 真的真的 怎麼那麼比 感覺是那個娃娃戀 你老婆是不是喜歡做事 就是做100分 還是他一直努力 想要做事情到150 台灣男生的優點跟缺點 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偏偏有一些外國人 特別要跟台灣的男生結婚呢 普遍人都說 台灣的男生很溫柔 很貼心 然後不會大男人主義 然後散減人意 對 這類的吧 很常聽到是說 不太會兇人 很愛道歉 對 勇於認錯 對 有一位 你這是台灣男人代表啊 就是 你是不是一個溫柔的人嗎 我其實不喜歡衝突啊 所以我都會想先溝通 可是我老婆就很暴走的那種 你老婆是台灣人嗎 水瓶座 我台灣人 他就是 第二句 你講什麼 我真的講 就譬如說 而且 你講的關鍵是 你有去質疑他對錯這件事 就他可能從小 對於他媽媽去講 對 去否定他成績或什麼 他就很敏感 所以你的講法就 譬如說你說 你怎麼沒有收那個啊 沒有收 那個 所以講法是 所以他 媽媽啊 媽媽啊 那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超長的 這樣他就沒事了 你每天溝通要繞很遠的路耶 你回家很遠耶 不…一定得繞 因為之前不繞就每天吵架 我覺得你在家真的講很多話 你看你都騷瞎了 對 是 剛演完三場音樂劇 所以有點倒賞 所以他 所以我跟他溝通 就變成說 我學會很多方式 所以我出來 不管電視圈拍戲 遇到任何情緒化的人啊 我都會把我老婆的照片 拿出來看一下 再辛苦都度過了 這些還好 來 一起來溝通吧 護身族的概念 好 他就是標準的 台灣好男生的代表 是 對 他是好男生 像丁寧姐 你就是嫁給外國人 是 是你沒有遇到好的台灣男生嗎 不曉得 好像經驗都不是很好耶 有遇過比氣差的嗎 我覺得 我就是 我覺得我很 我也很喜歡溫柔型的男生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像我記得印象中 最深刻就是有一次 我跟一個 也是溫柔型的男生 然後他邀請我去他的家 這是大事吧對不對 就那時候我第一次 到人家家裡面去做客 然後我也很開心 就精心打扮一下 然後我也都盡量的覺得 我有做到該禮貌做的事 因為爸爸媽媽都在嘛 然後那天他們就吃飯 然後我們就吃飯 然後 我不曉得是不是 我從小算是吃得不錯 然後我看到那個湯氣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 像我爸爸 我們家裡面 如果有客人來 一定是大魚大肉對不對 我們再怎麼家裡沒有錢 也是什麼東西都要端 特別好那天 都一定要端出來 客人來一定要這樣 我那天看到那個湯 其實我有嚇一跳 就是那個湯就是一些鹹菜 然後雞骨頭 有雞脖子跟雞頭 然後沒有雞肉 就是我沒有看到肉喔 都是骨頭 對 然後因為 雞骨頭 我說實在話 我不太常看到雞的脖子跟頭 對 真的很少 然後我心裡想說 沒有關係 我頂多不要喝湯嘛 一直吃菜一直吃菜 然後他媽媽就從用那湯 用那個勺子這邊 搖得出那個 我忘記是雞脖子還是雞頭 就放到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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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因為我雞光還在對不對 對 我嚇傻了 我嚇傻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雞頭 他就說 然後我看到 我真的沒有辦法夾 我就說 我不會吃 他說 不會吃喔 就是 然後就 拿走 拿走 就是 我那時候就被嚇到 然後我就發現 然後我就看我男朋友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應該要什麼 也沒有幫你想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那 所以說他們家族 就是看這個女生 敢不敢吃雞頭 來當作測試 對 我不曉得 評判的標準 對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想說好 因為如果 如果我的男朋友 都沒有辦法 他當下咬下那雞頭 全場就這樣 可以 這合力就可以 所以你記五十萬 你應該嚇了 可以取啊 應該是先咬 雞棍吧 對啊 怎麼他研究雞頭怎麼吃 不是這麼點 嚇傻 嚇傻 對啊 所以我之後 其實我就沒有跟這個男生 再雞往前走 因為如果說 因為我覺得說 就為了雞頭的事 可是你就想說 如果OK 我覺得我跟他拗個三年吧 如果以後我們 就算我們結婚 我怎麼過他爸爸媽媽媽這一關 我過這個雞頭 我都是用雞頭 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一個反應 因為你看男生怎麼處理這種事情 是啊 因為你一生小孩之後 然後婆婆一句話 然後兩個吵起來 她旁邊 對 就一定會離婚的 打掉了 身邊這種狀況全都離婚 然後其實我跟我先生的 個性非常不一樣 我美國的婆婆 她現在去當神仙了 她有很重的憂鬱症 可是她也 她憂鬱症不犯的時候 都對我非常好 然後有一次就是 因為她憂鬱症犯了 然後那次我們回美國去 然後剛好我的小孩就是 因為我們是農場 我們就有很多雞 很多那個小雞小鴨 我婆婆非常愛這個小動物 就把它放到那個 我們房子裡面來 因為外面非常冷 然後我女兒就很小 她說我女兒才一歲多 然後她就會站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玩小雞 然後那個 我婆婆就非常生氣 就罵我女兒 剛剛有時候我還忍住 我想說還是要 假裝聽不懂好了 還是這樣笑笑的 然後最後我婆婆講一句話說 妳這個該死的小孩 我 講這麼重 對 就這樣說我的女兒 這句話重了 那不是她的孫女嗎 對 可是她那時候心情不好 對 因為她有憂鬱症 我可以理解她有憂鬱症 可是她的確也 太重了 對 太重 然後我忍不住 我就抱著小孩 我就回到我房間去了 然後我先生的妹妹 趕快跑去 就是跟我先生講 我先生就立刻先到我房間 問我到底怎麼樣 我就說妳不要去跟媽媽說什麼 我說因為她是生病的人了 我不希望妳這樣 就回來一次 然後妳們兩個搞得不好看 離開這樣 我說拜託妳不要去 跟媽媽講什麼 我先生就說 我不會去跟她吵架 我只想問問看她說了什麼 然後之後我先生就走出去了 然後走出去 大概半個小時回來 我就很緊張 我也怕他們吵架對不對 然後我先生就說 沒有 我只是跟我媽媽講說 媽 我很愛妳 但是我也很愛我的妻子 跟我的女兒 所以以後請妳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很好的處理方式 對 我覺得 她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奠定了一個非常大的原則 就是 我不管再怎麼跟她吵架 因為我很會跟她吵架 我是一個脾氣不好的人 但是我只要想到她這一點 我就覺得 好了 都可以忍耐了 都可以忍耐了 OK 那今天有四位 嫁給台灣男子的 不同國籍的女生 是 我們來聽聽看你們覺得 台灣老公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沒錯 歡迎愛子 你好 廖伯爺還有鄭莎莎 大家手上的都有各自覺得 台灣的老公的優點跟缺點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艾古長 好 來 倒走 好 台灣男生的優點 跟家人關係很好 對 她說跟她自己的家人嗎 剛開始跟老公見面 然後交往的時候 嚇到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跟自己的父母 非常好 這是很驚訝的事情 因為通常在日本的話呢 日本男生真的很少 跟自己父母聯絡 你說結了婚以後嗎 上次也是有 有一位日本人的朋友講的 上次說結了婚就沒有 跟家人聯絡 然後說就是 或兩年進一次面就OK了 就很多了 不是說結婚之後 就是比如說我們高中 大學的時候 交往男朋友嘛 那時候男朋友 不會介紹給女朋友 自己的父母 不帶回家的 對 像我的前男友 在日本的時候的 他也是 他爸爸媽媽我從來沒看過 不是喔 你們在一起多久 三年多 三年沒看過 所以你沒有這個習慣 是不是 如果說帶你去我老家的 這種男生的話就 我們要結婚了 很平常怎麼辦的那種感覺 除了就是真的很少數的男生會 還是有跟父母很好的 可是我的旁邊很多男生朋友都是 就是從小就開始了 可能國小國中就開始 男生不敢跟自己的媽媽 牽手一起逛街的那種 但是我看到我老公呢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馬上帶我去老家 然後我還看到他 他跟媽媽 就是他把我媽媽走路 怕他危險 過馬日的時候 我很驚訝耶 這是在日本沒看到的 這很好驚訝 難道要推他出去嗎 不可能啊 不是耶 日本男生真的不會做這種事 日本男生不會碰媽媽是不是 可能就是像我有 像我有個哥哥嘛 他也不會 就是不會牽手 不會這樣的行為 也不會像媽媽好久不久 可是如果有車子機會 要送到媽媽 他會把他拉過來吧 也不知道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怎麼可能 我們真的是很多男生 對 可能 這個原因是什麼啊 是大男人嗎 沒有這個習慣 跟自己爸爸媽媽沒有 那麼熱情 沒有那麼親密 沒有那麼親密 所以女兒 女兒也不會跟媽媽聊心事嗎 還是會啦 但是 像在日本的話 跟自己父母還是要有一些 距離感的那種 所以妳當時看到妳老公回老家 然後抱他媽媽的時候 那個是加分的嗎 我一開始其實很嚇到 他是不是媽寶 可是後來慢慢發現 他真的 真的是關心他的父母 今天有沒有吃吧 有沒有回家 我朋友跟日本男生結婚 他們一直會講說 那差別就是說 他們在家裡就是 對 然後小孩生出來 完全不在乎 他們是絕對不會 譬如說妳已經在擠奶 忙得半死了 小朋友 皮皮疹誰想要 皮皮疹要 他會哭得更慘嘛 所以妳要不一定要趕快換對不對 可是他已經擠奶擠得很忙 所以親老公幫忙一下 是絕對男生不會碰這種 誤會的東西的 真的嗎 對 我有聽說過 但是我爸爸媽媽那個年代的男生 真的是這樣 然後家事就是 譬如說 有家裡有朋友來 然後朋友不小心把東西打翻了 不小心撥到自己老公了 然後我那朋友跟我說 他覺得他很像空服員 那空服員不小心打翻到人家身上 然後那個反應這樣 然後你不會幫忙手插一下 你都知道他老婆 對 他知道他老婆 我的天啊 然後他女生就在那裡跪著插 天啊 就像 他覺得他像空服員那個 得罪那個 商務艙的個人 對 然後在那裡插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 那老公從頭到尾這樣 硬生 天啊 好討厭 可是當然不是說 所有日本男生都這樣 可是我那朋友說 他說跟日本男生就會覺得說 好像家事或這些帶小孩 分得很清楚 分工一點點 他們都不會幫忙 真的嗎 日本人是不是這樣嗎 現在的日本年輕人 年輕人好像 越來越改善了一點 但是家裡的事情 幾乎都是女生在做 那妳跟台灣男生結婚之後 妳們有一起就是分配了嗎 對啊 我覺得我老公做得很好 可能要下一個 好 是什麼呢 好了 關心小孩這一點 就是剛剛說到了 現在像我老公會 接送我小孩 因為在日本通常不會這樣子 我小時候也是 爸爸不會管小孩的功課 小孩要去哪一個學校 都不管 只會去上班 只會每天去上班 賺錢回來給你們這種感覺 可是台灣男生比較會 就是關心自己小孩 像因為我是外國人的關係 現在小朋友的功課 都是他來講 老公的功課 對… 還有每天就是下課的時候 去接小孩 也是我老公的工作 然後他現在很煩惱說 怎麼辦 快要過中了 要找就是比較好的學校 不然以後長大之後就是 不想要讓他們有多的煩惱 所以就是現在在找哪一個 比較好之類的 我覺得是 我是覺得他開心就好了 就是 開心就好了 對… 健康長大就好了 完全 因為妳本來打算 也跟他沒有關係的嘛 妳在想看 不是啊 妳就是 妳上國中他要退軍幕後 對啊… 因為現在就已經退軍幕後了 應該是說 日本的國小生完全不會想到說 就是要讀好的國中之類的 國中開始想要去好的高中大學 可是國小生根本不會 就是跑跑玩玩就好了 可是 對 這一點我覺得 他比我 為了小孩想更多的事情 所以老公的工作是正常的 正常 有工作 對… OK 所以缺點是 來囉 缺點 會打人 沒有 缺點 缺點 太嚴重了 那請問就是有什麼好講 對 說我口氣差這個很嚴重耶 這麼舒服啊 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男生都會耶 大部分都會 真的嗎 來一種… 我跟妳說真的 台灣男生 我被這個嚇到過 還會還曾經苦過 後來發現 其實都只是口頭禪 什麼… 什麼類型的話 就是 髒話啊 就是動不動就 動不動就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以前的成長的環境 都沒有這些 就是 大家不會這樣講話 也不會這樣表達 如果真的生氣 他可能說 然後這樣 我就想說 他現在在對我發脾氣嗎 可是他是對空氣吧 沒有 他是對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兩個有討論 然後對這件事情 他不開心 但他還沒有要溝通 他就先蹦一個 髒話出來 我就覺得他在罵我 所以那時候 一開始我就會很受傷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原來我這麼 讓他這麼不開心了 可是我到後來就發現 放鬆 輕鬆 他只是在發脾氣 可是妳所謂的口氣差 是這種嗎 對妳嗎 就是妳們剛剛講的那些髒話 就是我老公的口頭禪 沒有 也是 我是波蘭人 但是我剛剛一直想 怎麼也是 我好像一直在 麻髒話 妳情緒比較大 對啊 我先在台灣學好了 他語就是麻髒話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聽起來太可愛了 然後我老公一直看 那個YouTube的什麼影片 然後那邊的人 一直罵 然後我覺得 然後他就 我覺得在這邊 麻髒話也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可是妳覺得台灣男生 好還是壞 好啊 對嗎 但是我前面 我前面一些遇到的是 蠻多壞的 才遇到我的老公 好 那先讓他們的 他們的幼電 通常都覺得是外國男生 才會生死 對 才會生死 對 台灣男生不會幫女生開車門耶 其實還是會 我是覺得 台灣的紳士跟外國的紳士 有點差別 我們在國外的紳士 他們會幫妳開門 讓妳先過去嘛 讓妳先進來出去什麼的 會送妳花 這一點是台灣的紳士不會做 對 但是 我們的紳士不會 那個來的時候 不會幫忙啊 不會真的關心妳需要的事情 我只要不舒服 然後我老公說 妳是不是今天那個來了 那衛生棉多不多 夠不夠 夠不夠嗎 對啊 然後 台灣男生很會把我一身面 是不是很累 是不是有這種的感覺 那種的感覺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很累 然後 讓我回到這麼多的問題 我不想 我不想要回到那麼多問題 這個是自然的事情嗎 我是女人 我可以弄 我可以自己來喔 但是後來 其實台灣的男生 就很貼心 貼心到那個程度 那個紳士那樣子就是 不一樣的程度 到那個進去妳的心啊 會碰到妳的心 沒有 就是 願意幫忙買衛生棉 已經是一個了嘛 對 然後妳會準備好甜點 巧克力啊 對 是牛奶的啊 是要熱的啊 對 真的很貼心 他真的會看得懂 妳的需要 因為台灣女生現在要求 也很高了 如果你只是說 你要不要喝一杯熱水 他們會想說 會不會打牆 手拿熱水來敷衍我 對 對 如果那個熱水裡面 有塞五萬塊 當然這麼好爛啊 不會噁到嗎 對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優點是什麼 另外優點是 什麼 什麼優點 這樣子很年輕 的確是 對啊 妳沒看到我們國外的男生 到她的 我覺得外國男生才是 老的還是很帥耶 但是這樣維持得好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他們就開始變很慢的動作 但是你們的生菜還是 一直會照顧得很好 然後食物也好像吃得比較健康 然後這邊也保濕 因為水是保濕 因為台灣超濕 就一直下雨那個濕度 讓你們 超超濕 比較保濕 保濕 抱歉 抱歉 所以永遠皮膚都是很保守 對 皮膚永遠會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回去波蘭的時候 朋友們一直問 你是不是保養得很好 因為在北 北台灣保養 的這個意思 就是你的皮膚會 有比較多食度嗎 水分 對 但是只要回到波蘭 就會多皮 妳現在回波蘭 會不會覺得那邊的男生 真的長得 集體的變老 對啊 我同學們都變成比較大年紀 真的看得出來 可是我的經驗是外國男生 我覺得外國男生最棒的優點是 他們的運動觀念 都比台灣的增長 對 我也覺得 他們不都健身嗎 怎麼會老很棒 也沒有都健身 也沒有都健身 可是他們 你身邊的朋友都健身 因為像我先生的伴侶 他們全部都是大肚子 對 然後那腳很細 他太多皮腳 腿都很細 腿都很細 對 腿都很細 對 都喝啤酒 肚子都很大 可是國外男生不是都大學都開始 每天在那邊健 我覺得 台灣男人也是這樣 我老公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 他照顧自己的身體 很好 我剛開始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 保養 對啊 他用那個化妝石 他家怎麼保隙對不對 保隙 我 保隙 所以你老公應該很帥囉 滿帥的 對 但是你老公就 我覺得因為是他老公 你不是說台灣男生都這樣 對 他是 他手臂有練啊 對 看起來很年輕 我們其實 我們 帥啊 我們差一輪嗎 我剛開始認識他 差一輪是 差什麼意思 十二歲啊 十二年啊 他沒你大十二歲 我是猴子年出生意 他也是猴子年出生 誰是 他大十二 他是一九八零 我是一九九二 但是 現在人家看到我就覺得 你怎麼看起來有點比他大年輕 在波蘭 波蘭人會直接跟我說 你的老公看起來 你看起來比較年輕 比較老 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但是真的是亞洲人的關係 是不是 你們 金 你們的金 對 你們的金 那個年輕 莎莎 你看得出來 我幾歲嗎 我其實平常差亞洲人的年紀 就是要在家五歲 所以我是 我是覺得你看起來二五二六 二五二六 二五二六 你也很保虛 你保虛 是不是還要加五 加 46了 46 真的 厲害嗎 46 今年46 對 真的 真的假的 那個應該也是跟成材有關係 真的 我有數字 有數字 有數字 我小孩的 已經生小孩了 真的 真的亂 你又生小孩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小姐不吸力的YouTube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小姐不吸力的現場錄影喔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反正有可能 我可以看近一點嗎 可以啊 還是有細文 其實我老公也應該 有 還是有 46 46 沒有脖子 脖子可能看到 對啊 但是很少啊 真的 真的耶 怎麼能比跟 脖子可能是有46嗎 真的身體都是嗎 對 他說脖子 對 對 可是要很精看到 要仔細看 對 他女兒已經十五歲了 但是你也不會那麼的仔細看吧 就是真的我這樣子看 可能我的眼睛也有問題嘛 但是我就這樣子看 我就覺得看起來很年輕 對 那你們猜 你們猜那個JR幾歲 我剛剛想說 大概三十 因為他看起來比較成熟 比較成熟 對 比較成熟 但是你們開始講話 他比較年輕 但是你比較 老人 對 你比較 老人家 老人家 沒有老人家 是比較大年輕 你比較成熟 你比較成熟 對 我是一直想變成熟 OK 五十三 他五十三 四十六 五十三 四六 騙不可能 騙人 你咧 我現在都不相信你們 我不相信每天 他每天都健身 我每天都健身 我每天都很注重保濕 而且他只吃圓形的食物 每一種圓形食物 對 三角形的也不吃 對 一般很會吃 不吃 那我們真的不會看吧 就是西方人 真的不會看亞洲人 亞洲人也不會看西方人 對 B2 你站起來讓他們猜一下 我們的製作人 B2 你來 B2幾歲 B2哥 你看那個長頭髮 男生幾歲 要有光 誰 趴起來二十二歲 對 他還在這邊實習的 打工的 他還在這邊實習打工 學一個那個經驗的 對 以後想當的 他二十二歲 以後想當製作人 對 不相信 還是有老人的台灣男生 還是有 還是有啦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應該陪我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這個節目都還在幹嘛 你把我自己發出什麼 是 一個看起來二十五 本身是四十幾 一個看起來三十五 二十二 我覺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覺得 我覺得他才看起來 比較像我們歐洲的 四十五 四十五歲的男人 對 沒有啦 他真的二十二 比較成熟 不過他就不重要啦 對不起 對 我們現在來聊一下 像韓國男生 對 我們都 我們確定 對 我們確定 一次吃兩條 我們看一下妳真的很生氣了 手作能力差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身材差 瘦小 對 瘦小 對不對 剛剛我們在誇什麼 因為剛開始到台灣 好多同學們覺得 台灣的男人真的很可愛 你看他又有化妝 什麼都會做 我覺得 怎麼想要一個男人是會化妝 很好 我根本不想要那種的 他們就說 他不是很可愛 就像那個BTS會唱歌的那些 沒有 超可愛 你看他這樣畫這樣啊 他好溫柔 我覺得這樣子才沒有那個 男人的感覺 沒有安全的感覺 如果我老公比我還瘦 那我哪裡有那個 安全感 對 安全感 對 安全感 一定要有很寬的肩膀 對 不是很特別特別特別壯的那種 但是 要比較比我還寬 不是比我還瘦 然後要比你高對不對 是誰要抱我 我要抱他 還是他要抱我的 所以如果被妳發現 妳老公上班之前 會在那邊這樣擦粉底 妳會怎樣 我覺得很奇怪 中的人不會當我 因為他要防曬啊 防曬很重要 防曬很重要 對 防曬很重要 在台灣很重要 看起來年輕的原因 對啊 有保養 對 但是我覺得 我愛傷我老公是因為 他也是比其他台灣人 就不一樣 這個部分 他有運動 一點點啊 就那個手 肩膀變得大一點 有一點點胸部啊 這樣子很好 但是缺點是 他後來放棄了 因為他其實我們是 那個是我們生 第一個寶寶嘛 所以大概是四年前 後來我們太忙了 他那時候七十二公斤 現在都可能六十五 都是肌肉 那不是很好嗎 現在變瘦了 現在變瘦了 所以現在又變像男孩一樣啊 我以為是變胖 就沒有練了啦 沒有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 你回去波蘭把那個方 現在變那麼瘦 你看 很瘦 不一樣的人耶 對啊 變宅男臉耶 不一樣的耶 看起來比較輕薄 他 腹部耶 又比較瘦 OK 那請告訴我 韓國的 對 韓國就是 我現在講出來之前 就是韓國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 對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現在 雖然年輕人就是比較 不會像以前的那個 老一輩子會 但是他們 骨子裡就是有了 有了就是大男人主義的思想 你知道嗎 這是沒有辦法否認的事情 所以我媽媽就是 如果我結婚的時候 我媽媽從小時候灌注我說 你要結婚 我一定會反對你 你不用結婚 女生自己賺自己的錢 然後自己花多開心啊 就是媽媽 因為我媽是已經是那個 非大男人主義的爸爸 就是已經是 毀了就是 她覺得毀了就是一輩子 所以說她希望 這麼嚴重啊 她不希望就是女兒 就是走 跟她一樣的一輩子的人 一輩子的狀況 然後呢 因為我媽媽也沒有就是遇過 一些任何的外國人 所以說她 根本不會考慮到外國人 這件事情 只有韓國男生 你就是不要結婚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印象深刻這樣 台灣男生這樣很溫柔的是 我帶他去韓國 就是見父母親的時候 他一句話都不說 你知道嗎 我也是沒有抱過我爸爸媽媽 就因為我也是 我知道就是那個日本人 就我們狀況差不多 韓國也是一樣的文化 但是我們不會就是 我們會常常電話 但是因為親密的動作 是比較少 親密的動作 但是因為是我老公 就直接就抱我媽媽 我爸爸 我爸爸媽媽就是 就是第一次被人家抱的 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點就是嚇到 但是因為他覺得 融化了 然後因為從此之後呢 你知道嗎 我就是學習 我就跟他學習了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每次去韓國抱 離開的時候抱媽媽 我們就是 你知道嗎 有些重的習慣 對 不一樣的就是 對 不一樣的國家的接入 就是一個家庭 然後就整個就是不一樣了 我就覺得這一點就是光看 這一點台灣人真的是 所以台灣男生完全共家園 對 然後就是 他是育兒的省隊友 因為 通常因為我老公是 他對小孩的事情是 真的是排第一 然後從小時候就是 就是嬰兒的寶寶 就是都會就是洗 就會洗澡啦什麼 就是在一手伴這樣子 妳有沒有一直跟你 韓國的姐妹偷 分享台灣男生有多好 對 有啊 所以他們 他們覺得 因為他們看到我老公 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 說很甜蜜的一些 那種的動作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哇 因為他們是已經 他們也已經娶了 嫁給了韓國人 但是他覺得很 很羨慕你 對 差別很大 很怕你老公照片拍一拍 就可以開團了 對 非常輕鬆 就是他們他們覺得 就是第二春 很羨慕啦 真的很羨慕 所以就是 對啊 就是缺點 缺點來了 一定要 做事動作慢 對 不是神隊友嗎 神隊友是神隊友 但是動作的那個 就是快速 你知道嗎 所以像韓國呢 就是要快速快速 你知道嗎 就是出國的時候 就是出國就是 我們只要準備啊 就回國嘛 就回來回家 那就是因為小孩的關係 我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玩具就是散 就是散在就是飯店很多 然後就自己都找不到 然後就衣服也是 那我們要準備 就是要離開房間了 那趕快整理啊 趕快整理道 坐在那邊 對 都在看電視 不然就自己在玩 你知道嗎 就都沒有人動 然後我自己個人 就是個性很緊張 就是 你們都沒有動 一直在睡眩夜 然後再整理 整理東西 然後就是把那個行李 弄好之後 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就是行李也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嗎 我就這樣子問 就是動作比較慢的狀態 所以妳老公也沒有在幫忙做事啊 他做事 他做事他其實是會就 他是不是假裝要幫忙 然後走兩步 然後就太慢了 你就是這樣 先把東西做好了 對 他會有空 因為這個也是陽翔 我的關係 因為我太 太急了 太急了 所以就變成就是 就是他覺得已經習慣成 就是他不需要幫忙 我來就是做 對 我來做 你來做 像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因為 反正就是你來做 就是你來做 就直接就放開給我 這樣子 對 台灣男生會這樣 對 有時候適度的給另一半 也是一個詢問 什麼適度的給另一半 適度的不幫他做一些事 你都幫他做好 他就會以為你 就有一次 我說 寶貝你不會想做這些事嗎 他會以為我們很喜歡做 但其實我們只是因為太急說 不要脫完 對 碗不要擺太久 奶會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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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你人生好可憐喔 你真的 感覺每一句話都小生意義耶 沒有辦法 正常溝通嗎 你真的 天蠍 天蠍就很有效率啊 你是不是每一句話 都是用疑問去問他 對 因為每一句話都吃過虧 你不能否定他 所以你不能直接講一句話嗎 不能啊 你要用 還有字號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好 你不要去說你不好 但這也是兩個人相處之為 你這樣過的話 你這樣太賤啊 對 你會不會有一天下面的不見啦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還一直在性感耶 他還在性感耶 他還在性感耶 他還在性感啊 對 沒有 沒有 我覺得你真的很棒 因為是不是你的 你老婆 你老婆是不是喜歡做事 就是做一百分 還是她一直努力 想要做事情到一百五十 你誤會了 說她臉做了 衣服 我收進來除濕完對不對 那給他 這一坨你和小孩的 你要折一下 或是有時候我會折起來給他們 可是他就好 可是過一段時間 打開他們房間門 就是堆著 堆在地上 他說沒有路啦 他就 然後更誇張是他們房間 不能去打開那個衣� 打開 土石流會淹下來 然後我說寶貝 那我們今天晚上 一起來把它折好好不好 他說不用啊 不用啊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那要很快 很快 就這樣 他也沒辦法選 他出門沒辦法選衣服 最厲害的是 我幫他試著 收過一次衣櫃 和當時我們的保護膜 一起幫他收完衣櫃 他翻臉 因為他找不到 可是原來一堆一堆一堆 他找得到 還有有些女生是不是 對 有些女生是不是 有些女生 對 所以他會說 你們不要來碰我的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很貼心 幫他換床單 他會說 而且我還真的 我還真的沒話講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看 我一年沒換床單 我皮膚那麼好 因為我老婆皮膚很好 都沒事啊 我們就是需要一些菌種 在我們的房間 菌種 小季 辛苦你了 小季 所以 我的掃地機器人要規劃路線 不要進他房間 OK 好 我們來添加那個 了不起 小莎 好 那我要說我老公的誘點 第一個我覺得會做假事 真的 代表證明了 台灣男生 可以做 不代表我沒有做 我做假事 但是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洗衣服 因為我從來沒有開過那個洗衣機 我也不知道怎麼開 他就是會特別錄影片 然後說你要按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按幾下什麼的 對 然後其實他這樣子會做假事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 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說 比如說 這個是女生要做的 這個是男生要做的 因為我 因為我一開始 我沒有想到 我會嫁給台灣人 我來這邊只有學中文而已 然後我就想要 半個月 半年學中文 就已經差不多了 要回國 然後就這樣子 已經七年了才台灣 所以你怎麼 你怎麼愛上他的 是哪一點吸引你 因為我覺得他很貼心 但你老公是什麼型啊 類型 你的老公長得要 正常 正常 算不算 兩個眼睛嘛 我 我是覺得這麼正常 很可愛啊 是這個嗎 對啊 它是長頭髮盲起來嗎 它是很可愛喔 它是想戴長頭髮 對 對 很有藝術家耶 他現在戴長頭髮 因為我就覺得長頭髮很帥 粗晃的 粗晃的 然後他就是 我們就從來不會說 那個是男生的事情 那是女生的 因為我也去上班 我也去賺錢 那我也做假事 那為什麼他不能 對 所以我就是覺得 這個事情沒有什麼 男生女生要做的是 你可以你就做 你有時間你就做 沒錯 我是其實都OK 然後他就是 我是覺得他滿貼心的 OK 所以他有缺點嗎 稍微 他那條缺點很大條耶 很寬耶 等一下 還有一個優點 好 欣慰貼心好像 對 就是真的很貼心 而且有的時候 我可能回家 我走路 從公車站要走路回家 走路十分鐘 而且這樣子慢慢走 他說老婆 我知道你累 他就是自己會騎摩托車 跑去那邊借我 然後我說 你不用這樣走 我就走不去 十分鐘也沒在 因為我也是很喜歡走路的人 對 所以你沒有要講 缺點的意思是不是 好 等一下 缺點 我已經忘記 我自己說什麼 這是優點還是缺點 麻煩別人 我是覺得 這是優點吧 缺點 比如說 之前我們有鄰居 然後那個鄰居把你也很吵 我老公睡得沒問題 他就是一碰到枕頭就 就已經打呼了 我沒辦法 我入水很困難 然後就是我一聽到了一個小聲 就是他打呼什麼的 我就是會一直 起床 對 然後就鄰居 一直 我不知道很吵 就是看洗東西還是什麼的 就是一直有一個 嘎嘎嘎嘎的聲音 我就跟他說 你去幫我處理好不好 我真的睡不著 但是就 這樣子就沒關係 你就 你就裝不出這樣子睡個醒 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我說我沒辦法 你聽不懂嗎 然後我就說沒辦法 他說沒辦法 後來他說 我要打電話跟警衛講 對 社會社區的那個警衛 我說太慢了 我就是現在要睡覺 不是明天 不是後天什麼的 他說沒辦法 我聽起來也是 黃角色 我會自己答 我會自己答 真的耶 你覺得這個語氣嗎 差不多嘛 你敢這樣跟獅子講話 對 但是 我不是真的要兇 就是我比較 我就說了 我比較情感 我就是如果真的生氣 就是要很小心 但是我這樣子 就是我常常在講話 對 不是我生氣什麼的 就是我只是講話 想解決這件事 比較 其實不要直接 對 我其實比較直接 然後他說 沒辦法 然後我說好 我就自己穿衣服 我就自己出去 然後我自己去找人住 我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可能那個 隔音 隔音比較差 可以小聲一點嗎 畢竟我們已經 10點過後 就是11點半 我們可以 就是要睡覺 休息 他說好 沒關係 不好意思 結束 對啊 就解決了吧 對啊 很簡單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一次 去早餐店 去喝東西 但是我一直帶我的環寶貝 那個環寶貝有就是那個 摩的數量 就是可以看到幾摩幾摩 然後在那邊在店餐的時候 有兩種杯子 他們自己寫 不是我自己搞那麼麻煩 中杯500cc 大杯700cc嘛 然後價格也不一樣 對 然後我們點了大杯嘛 因為兩個人要喝 然後他拿過來那個杯子 我就看到了500cc 就剛好500cc 我就說 這是準備 所以不是付了大杯的 就是錢嗎 那等於是我要喝少的 因為我知道可能老公喜歡喝 我自己可能喝少了 還是吃少東西 我要給他嘛 因為我知道他喜歡 然後我就說 那是不是 就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店大杯了 我說你去問 但是他們在那邊很忙啊 然後讓很多 台灣人很忙 那個沒多少錢 對 不想有任何衝突的可能性 對 台灣人很怕尷尬 不是錢的問題 今天他們自己寫了 我們自己點了 那為什麼就是 沒錯 對 就有點不合理嘛 沒關係 你就不要這樣 就不要這樣 我說好 等一下 我就自己覺得很煩 就是為什麼 明明我是外國人 第一個我去那邊 他們更嚇到 對 因為我平常過去 他們就已經不知道 你會講英文嗎 你會講英文嗎 你就跟著講 我說沒關係 我會講中文 你過來 對啊 然後 那個更可怕 台灣人看到外國人 真的會很害怕 他有一點 自權的 所以他們 我就覺得 不好意思 我們就在這邊店大杯 為什麼五百星星 沒關係 我們可能能做 我是覺得每一個人 都有那個機會 自己能做 自己不小心很大聲 什麼的 真的沒有關係 只要你好好的講 禮貌的講 對 就好了 那個家那邊說 人很多 我沒辦法 我不知道怎麼講 什麼的 就是很容易 就OK的去溝通就好了 你只要開口 說話正常一點就可以了 正常一點 對 因為如果你不說 你的要求 你的需求什麼的 人也不知道 每個人不可以 是 對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已經要講出來 我覺得很常 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台灣人有時候 一提出一個問題 人家就覺得 你覺得 要找麻煩 對 對 我覺得是國家的問題 就是烏克蘭人 看台灣人 會覺得這樣 但是日本人看台灣人 覺得 我老公就很喜歡 麻煩別人 我帶我老公回日本 每一次都很尷尬到要命 在哪裡 我老公就叫我幫他翻譯 但是問題就是 說叫店長來 我就說 就是你說 你跟他 台灣人很愛叫 你跟他說 找這個負責人來 請你出來 說一下 我要幫你翻 好丟臉喔 你看看 就是你是我老婆 為什麼不願意幫我翻譯 就是比如說 就是去某一個餐廳 他看到那個 他點了 蝦仁 義大利麵 他的照片那麼大顆 結果來到一個小小顆的 然後我就說 你找人家的料理展來 我就說 怎麼可能 但是每天這蝦子 大家都不一樣 我就說 我就是要跟他訪問一下 為了這間店 好 為了這間店 好 他就是找飯 他到底是去吃飯 還是為了找店長的 就是 就是常常會發生 我就說 我在日本沒有講過 但是真的 我朋友也是會這樣 他每一次都去哪個店 不算 就給 負貧 一顆心 所以日本人不能給負貧嗎 會啦 但是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 直接講說 就是今天菜不是新鮮之類的 你有很愛找店長嗎 看著 除非很誇張 那你如果點大杯 然後他給你中杯 你會去要求嗎 如果大小不一樣 錢付了我就會去講 對啊 我也會 那如果他說錯了 就說沒關係 那就 對啊 要換 所以你不會不敢講 不會 通常比較容易引店長出來 是我老婆 你這很正常啦 對 他本來就是莫名其妙 他要相信你那個要什麼辣 他說我要大辣 好大辣 上次你們的大辣也沒多辣 你再去 然後 你認真 這個超經典 然後後來那個辣炒年糕 我吃第一口我就吐了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們從辣炒年糕裡面 挑出二十個小顆的朝天餃 二十個 因為我只看那個店員這樣 好啊 我們的大辣很辣 辣死了 超好笑 你老婆不太幽默了吧 你老婆好可愛 我還想看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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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可愛 我們好像認識 對啊 所以你現在來錄節目 想到等一下要回家面對她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想回家 不會 他也不會不承認她做的事 但是我發現 因為 比如說像Peg好了 他是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交過台灣的男生朋友 不是 男朋友 對 那你剛剛聽完這些 外國人講的有缺點之後 你有想要試試看嗎 因為他們講的優點 國外男生其實也有 然後他們講的缺點 國外男生也有 也是 但是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台灣男生好像不喜歡我 這樣子的 沒有 沒有台灣人去追你 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 我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概念 對 而且你知道 台灣人最不爽我 旁邊的人 男生自己當然不會跟我說 我不喜歡你 但是旁邊的人會說 你這樣行 台灣男生不敢追你啦 你太優秀了什麼 然後會想說 他的學歷啊 他的工作啊 旁邊的人就會講 但是國外的男生 像我前男朋友什麼 他們從來不會因為 我開的車 我上什麼大學 或是我家庭背景 而不敢跟我交往 所以我反而覺得 台灣好像人家 會很在乎你的背景啊 然後自己配的 配不配得上 你們當戶隊 是好像台灣人 會很在乎的事情 你會喜歡 你會喜歡小記者這一型的嗎 我覺得很棒啊 超滿美的 不會工工啊 謝謝 這麼外國人嗎 怎麼突然玩腰 謝謝 所以你看我現在是外國人 可是不會像他 不會這樣子啊 不會像他這樣 沒有 可不可以 這是我 是天蠍座的個性 天蠍座的個性 他會覺得這麼 外國人肯定會覺得 我這麼會跟老婆溝通 我很驚慌 而不是卑微 對 我懂得怎麼跟我老婆溝通 對 我會覺得這樣 對 我先生的確會覺得說 是一個技能 會有這種感覺 不好意思 你們是不是覺得 聊得很來啊 對 因為你們好像錄得差不多 你們好意思 你們可以互相換賣好不好 還是小記者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 沒有 我想回家 而且你害怕了 已經快錄兩集了 已經快錄兩集了 好久 先回家 祝大家幸福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